一口密差 甚至还差到21% 2015年 反正这是值得 就是请研究生去研究的 那接下来 如果说我们有跟财政部 有做一些合作 那就要去思考另外一个现象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时候 他的状况是什么 好了 我跟你讲 我们去查一下新闻好了 2015年 进口 进口密差是不是 有这个名称吗 有没有这个名称 没有那就是进口衰退 进口减少很多 这个好事 对不对 进口减少 进口减少逆差 有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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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他这是出口 我跟你讲 那个进口跟出口是有关系的 好了 好了 这里有空去查 我跟你讲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因为这一定有人会去关注这件事情的 而且 而且 那个 那你有没有看到后面 后面 绿色 黄色 然后接下来到这边 到这边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 2021年进口需求增加 对不对 好 一定有这个新闻 就是2021年进口增加 你看增加了30.99 这不是我说的 对不对 可是 可是各位老师 就是 假设 假设你们 都是那个 就是管那个进出口 其实你应该要在 这一个时间点就要知道这件事 对不对